各位朋友啊 你看我 我也七十幾歲了 你看做我的 你也是最少有六十歲了 可是我們有年紀的時候 做什麼好呢 整天待在家裡 看電視 看孫子 其實有一些東西對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自己活得非常愉快的 你知道要這麼愉快嗎 要學習 我們終身都要學習 我是一個很活躍的人 我整天往外跑 往外學習東西 可是喔 講到學習東西 我很怕電腦 你不要教我學電腦 我很討厭電腦 不過如果你不上電腦 你不玩電腦 你學習不到東西啊 有 手機 我是從不懂得玩手機到今天 我懂啊 我可以在手機上上互聯網 我可以參加Facebook 我有很多微信的朋友 我也不會漢語拼音 我自己自學的也用到漢語拼音 可以跟各方面溝通 這個是很重要 怎麼重要吧 因為你有學習 你能夠掌握新的科技 你的產品 你就能夠擴大自己的事業 多交朋友 跟朋友在一起 你會很快樂的 那麼在新加坡呢 飛躍家庭教育中心 這一個部門 他們有很多個課程可以讓你學的 就像包括了這個輔導 輔導又包括了這個心理學 你家庭有問題 夫妻有問題 跟孩子溝通有問題 造成的一種僵局 沒有得解決 都可以來找他們 他們有輔導師幫忙你解決的 對吧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機構 除了這種的輔導 還有一個中醫學 讓我們能夠掌握到 中醫藥材 草藥的一些最基本的認識 你認識了這些 那對自己在這個生理上 身體上 生活上會有一些幫助 你知道在什麼狀況之下 就可以用什麼中藥或者草藥 來幫忙你度過 身體的這一個難關 除了這個之外 有些人呢 很喜歡畫畫 當你學成了之後 當然不是成為畫 畫家大師了什麼 就是最起碼 如果你出來外面 你看到這個風景很美 你拿著一張A4P 或自己 樹苗也好 什麼也好 這個不像 事不像 畫多幾次 上多幾三個 你就會學會 這些都是很好的 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要懂得規劃 讓我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活得非常愉快 輕鬆 多學習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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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